是 对 来了 正好 我也有些事情 想要跟你聊聊 我也有事跟你聊 我先说 老规矩 这次绣的成功呢 你是最大的功臣 所以呢 带走 准备给你升职 首席执行官 怎么样 依稀 我 你管理才能好 所以 你一定会带领鲍蕊 飞速成长 依稀 我还没说完呢 而且呢 我发现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想要集中精力去搞创作 你也知道啊 公司的事情很繁琐 搞创作呢 还是要纯粹一点 依稀你先听我说 你说 其实 我准备提出了一支 对不起啊 不过我已经想了很久了 为什么 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要是觉得职位不满意的话 这个董事长我们俩谁做 其实都一样的对吧 不是的 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而且 我也没为鲍蕊做什么东西啊 行了 我懂了 是因为余笑笑吧 不是 这跟她没关系 我没关系 是吗 我只想拒绝了 上那我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我为什么要 我一件事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小小 你有那么好的资源 是不是得为我们公司做点贡献呀 南姐 我 我觉得下部这个项目 也很适合你 这 这项目本来不是南姐负责的吗 是 原来是你南姐负责 但是我觉得你南姐一定会理解的 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设计师全权负责 一样是好 是不越南 是啊 小小 以你的能力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你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谢谢云总 谢谢南姐 我一定一定会尽全力 绝对不会给公司丢脸的 你先别着急谢 我觉得呢 这个项目如果让你的恒星朋友帮忙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原总 洛总来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事情太多了 招待不周 不好意思啊 您太客气了 今天能借贵宝地让我们聚餐 已经非常地荣幸了 您客气 您客气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就是洛氏集团的洛总 大家欢迎 谢谢 坐 谢谢 你们也坐啊 早就听说瑞克公司人才济济 谢谢袁总给了我们一次参与的机会啊 那么今天我也正式宣布一下 咱们洛氏集团 正式入股咱们瑞克 以后的海外市场 还要多仰仗洛氏集团 以及洛总 袁总 你这么说可就太见外了 以后你要有什么需求 随时吩咐就行 设计行业呢 我们是外行 所以袁总您放心 虽然是参与了一些股份 但是公司的运营啊 我们是不会干涉的 怪不得您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太智慧了 来 让我们一起敬洛总的智慧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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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恒星不愧是设计权大神 这么多粉丝呢 大神你好 你好 我是新人设计师 余孝孝 孝 谁啊 谁乱扔垃圾 谁乱扔垃圾还不敢出来承认 谁啊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无论是在喷泉 在雨中 还是在书店 我永远都忘不了 你和海豚一起开心的傻笑 谢谢你 和我发生的所有的瞬间 无论开心与不开心的过往 你都是我最不想失去的 最珍贵的人 最重要的朋友 所以 我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 也不会允许别人去做 对了 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坦白 戴映希真的不是我的女朋友 完全不是 好了 写完了 因为你把我的微信给删了 所以 第一次写信 不许怪我写得不好 晚安 落家好 好 我看你面色不大好啊 佳恒的事 你也别太上火了 嗯 蜜亚过后啊 公司的事情就没有停下来 加上佳恒走了 我就是压力有点大 这个佳恒 你也别太上火了 偏偏在你最忙的时候走 这是朋友干出来的事吗 到时候我帮你揍他 我太了解他了 他不喜欢的事情啊 怎么去勉强都没有用的 也是啊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哦 对了 余笑笑和他和好了 哦 嗯 挺 挺好的啊 你这也太假了吧 为守护人的开心而开心 不好吗 那你这样做的意义呢 哦 对了 程师傅 我最近有点忙啊 你帮我照看一下佳恒 什么 我照顾骆佳恒 一个大男人 我 我怎么照顾他 难道 我让他来我的火锅店当员工 谢谢程师傅 骆佳恒 来我的火锅店当员工 嗯 行吧 那带大小姐 好好调整状态 又叫大小姐 干吗 等着在赛场上见你呢 嗯 赛场见 程师傅 哎 晓晓 我跟你说件事儿 嗯 你知道经络主题服装秀那天 谁不在现场吗 什么意思啊 哎呀 就是你衣服被破坏的时候 谁不在现场看秀 谁嫌疑就最大 谁啊 李智杰 我从老元那儿听来的 就是他 我 有点儿声 抄袭和破坏我衣服的都是他 但是这种事情吧 咱们还是得找到实锤证据才行 我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咱们得沉得住气 哎 晓晓 你这下部资料哪弄的 可难搞了 袁总发给我的呀 哦 哎 你来一趟 哦 笑笑 哎呀 咱们第一次约会弄得这么正式 这也不算正式 叫于先生过来 当然是有话要说的 是跟我有关系吗 听说于先生 最近想要经营实体 实体 实 什么是实体 麻将馆准备什么时候营业啊 哦 麻将馆啊 你怎么知道的 啊 不知道于先生现在还缺不缺投资呢 投资我这边倒不是很缺的 我这边的资金呢 这里面有二十万 入股你的麻将馆 成为你的合伙人怎么样 这些钱都是给我的 当然 不对 你肯定有什么条件吧 嗯 于先生聪明人 条件当然有 让你的妹妹于笑笑 远离骆家鹤 永远不要再见面 这不是偶像剧的情节吗 骆大美女 你今天气色挺好的呀 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啊 哎 你气色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口红色号的原因啊 那 你用那几号啊 试成之后还有八十万 我想应该够你在批发商 开一家不错的麻将馆 八十 加二十 等于一百 一百万 好 今天心情如何呢 开心之爆妙 那可不 今天双喜临门 不但接下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下部箱 而且还约到了恒星大神的助理 好 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我们就约在了熊猫火锅店 正好 晚上我也要给你个惊喜 惊喜 大神就是大神 你说吃饭的地方都显得这么有格调 有品位 过奖了 只是一顿便饭而已 开门见山吧 李总找我肯定有事吧 您这样 您看看这个 这个是我微博主页 对 比人不才 也算是在 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设计大赛上 有所殊荣 你的意思是 是这样 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余笑笑 您记得吗 就是前段时间 你转发过她的设计方案 自打您肯定过她的设计方案之后 她在我们公司那是平步清云 深受我们袁总青睐 我们袁总直接把目前公司最大的项目 下部项目 直接交给她了 让她担任总设计师 但是您说 这个余笑笑 她是个新人 没什么工作经验 您说直接把这么大一个项目交给她 那要是出什么纰漏的话 那受损失的就是我们整个公司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您说这个时候 那哪还有个人 那都是团队 我不是针对她 我是觉得这种事 那必须得交给一个 有经验 有能力 所以 起码也得是个设计总监的人去做才合适吧 所以呢 哦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李志杰 与笑笑同款公司 设计总监 您放心 这个事呢 经验和能力我都没问题 只不过呢 就是 需要一点小小的帮助 好吧 您答应了 那您 您准备怎么帮我 要不您看看我这个 我这个有好 好多可以 我不喜欢顾忌重施 是 过几天 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帮你 感谢大神 您随意 您随意 您看我 我去给您点点吃的 您这时候再看看我的微博 绝对能力没问题 您 我 我去点点 您看什么呢 笑笑姐 吓死我了 吓什么吓 赶紧上锅上菜 我都快饿死了 好的好的 来 老师 这边请 好 小小姐 谁啊 就工作上的一位老师 别八卦了 赶紧上菜 姐 就干嘛 他来了 他 谁啊 骆家衡 他来火锅店上班了 人呢 在哪儿 里面呢 来 您的锅底 谢谢 家衡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惊喜 这件事情 你去问风鸣吧 成风鸣 你们俩私底下搞什么鬼呢 这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秘密 兄弟之间 还秘密 真服了你们俩了 不管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恒心老师的助理 过来啊 这位是我的 好朋友 骆家衡 你好 你好 你们 认识啊 不不不 不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你们两个 眼神怪怪的 哪有 好 我先去忙了 有什么好忙的 还是先去忙吧 好 你想吃什么随便你 今天我请客 好好好 师傅 我今天比上次足足快乐有十五米 不错呀 我发现 我发现你把心态放平 注意力专注之后 进步很快啊 谢谢你 谢什么呀 又不是你强势的时候吗 其实呢 我一直想问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说 你教得这么好 你技术肯定更好 加上你经验又丰富 你还这么年轻 你怎么不下场做车手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车手啊 我现在这样 不是也挺好的 如果有任何我能帮助你的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是说无论在这里 还是在其他地方 我都是你的朋友 我关心你 我先 我先 我先替将来的风鸣 谢谢你了 你谢我什么呀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啊 因为我 你让佳恒去火锅店 你还教我赛车 你还 你还帮我打架 我欠你这么多 要怎么玩啊 请我吃饭吧 喝酒也行 这么简单 那不是越简单的东西越好吗 好 等会儿 你还没见过 寻这边 wohl 来吧 你还没见过 我还没说的 不要乱 不要乱 这边 我们看起来 真的 你 你个波瑞前任副总裁 在火锅店干跑淘火计 会不会不习惯啊 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只是帮帮忙而已 况且 这些事情我之前都没有做过 挺新鲜的 这个臭猪子 把你叫过来一个人又跑了 心真够大的 没事 我挺开心他找我帮忙的 按他的话说 我们是 兄弟祸 我 我 我是觉得你现在重庆话越来越标准了 不是 话说回来 你们俩什么时候变得无话不谈了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秘密 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秘密 又是这句话 不行 你得告诉我 那等哪天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了 我什么时候让你心情不好了 没有吗 你这人怎么奇奇怪怪的 我哪里奇怪了 我哪里奇怪了 你还说 你刚才在火锅店就奇奇怪怪的 干杯 干杯 怎么了 我说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啊 什么预谋啊 什么预谋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司机一滴酒 亲人两行累 我知道 我一会儿打车 你管得真宽 知道的还挺多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酒鬼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拉着你喝酒 怎么可能 要是也是我事啊 我不也老叫你吗 那我们就都不是 我们这个叫做 人生得意 须尽欢 我愿意站在你身边呢 我愿意站在你身边呢 和你分享你的悲伤 你的喜悦 只要你需要 只要你想说 晓晓 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 刚才在火锅店 你说 我们是朋友关系 不然呢 我们 不是朋友吗 所以 在你的眼里 我们 只是朋友关系 那 那 那难道 难道是 难道是 是 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我们 出来挺久了 嗯 不如回去看看吧 好 害羞了 师傅还会 行了 行了 以后你的酒 我包了 管够 你 英夕 我欠你一句话 你说 很高兴认识你 你 你 你笑什么呀 不是 我很认真的好不好 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 你电话响了 喂 晓晓 怎么了 什么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笑笑 风鸣 这儿 什么情况 我们刚到胡博店 就看到城书晕倒了 爸 我在说 你怎么会打开 各位哥哥 这杯酒 我替袁总 谢谢大家 我干了 女中豪杰呀 来来来 谢谢高总 林小姐 巾帼不让须美 我敬你呗 孙总 很荣幸认识您 我先走 袁总 睡醒了 我怎么在你家 先吃早饭吧 来 昨天喝了不少 先喝点奶 爸 你好多了吧 程叔 你都快吓死我们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身上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的 晓晓 叔没事 晓晓 叔啊 跟你爸斗嘴一辈子 就是希望看到你 和风鸣能在一起 今天 看到你跟风鸣一块儿来 板 书 说心里高兴呐 pans 感谢观看